大家好,我是Lawrence 最近股市有个热话 就是马云在阿里巴巴沽火 这个消息疑似一出 股价立即在八十多元 一天之内跌了十多个百分比 落到七十多元 于是立即带到三个问题 第一,股价会不会有机会重上八十元? 如果会重上八十元的话 现在低位是否可以做一些部署?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如果它会升,我们看什么呢? 我会今集带大家进入生意的境地 看看财务报表究竟这件事是事业是机 第三,会和各位看看部署的策略 究竟没有货是怎样? 有货是怎样?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今集的内容 如果大家都发现我这个频道也帮到大家赚钱 或者投资的知识有增进 不妨给一些鼓励 不妨有什么关于股票的问题 可以在下面留言 也可以赞我们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大家的支持 马上进入我们今集的内容 好了,其实关于亚利在下跌那一天 已经有很多同学在我们不同的群组里面 都来问 Lawrence 这只股票终于跌了这么多 可不可以趁低级呢? 所以当然要快拿一份最更新的财报 其实那份财报在16-17日出现 OK? 这是新鲜滚热辣的最更新的资讯 我们计算完之后 就发现阿里巴巴有机会 当然和大家也会分享 也有同学传来一些喜讯 因为在低位 即是入了阿里巴巴73分的时候 已经快拿到群组里面 觉得值得玩 有同学传来一些喜讯 在低位的时候 买了一只期权 阿里巴巴的认购期权 77.5%行使价 大概2天左右的日子 已经升了60%多 恭喜大家 当然你可能也会问到 究竟凭什么看到跌下来的时候 大股东又沽货 为什么又不怕又可以捞底呢? 当然有些底气 有些东西一定研究过 和大家看一看 不妨 这幅就是阿里巴巴的图表 可以和大家推介一下 在马云未公布之前 大概是16日的时候 那时的股价大概是81元 一说财报就出了 在这个位置出财报 然后就说马云沽货 但是事后的澄清花 就说我们有些远期规划 好像说未发生的 这个沽货行动 但是不要管了 市场都觉得 大股东沽货 当然是害怕猪 害怕猪 害怕猪 不要管了 三七二十一沽货 马云沽 根沽 一下子 斩下 一个半 跌到低位 差不多 73元 好了 好了 当日看到跌下来 你当然问我究竟是危险还是机会 这件事危险还是机会 单凭大股东一出 搞搞一些古年精怪信息 已经应声下来 但一定是要看真相究竟是什么 不同 好了 好了 我们看了真相 知道可以 同学可以买的选择 也可以 买正股也可以 之如指等等也可以 最重要是计算口价是笋 对不对 好了 怎样笋法呢 不妨我们拿财报出来看一看 各位眼前这一份 就是16日那天 看一看 没错 16日那晚出的财报 真是新鲜滚热 那些人不理三七 总之沽货 根沽 于是担心股价跌下来 但是当然要看真相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散户的投资者 最重要是公司跌 我们一定享受升幅 不要给一些短线的所谓大股东的妖术 就是出口術等等 影响了我们的部署 那先看看 这个是财务报表 有几件事想看一看 好了 这个是陶天集团 涂天集团就是淘宝的生意 看一看 其实2023年 头三个月 对比上一年的同期 生意 你发现是多了 数字集团 即是云商业的活动 你都发现升幅都挺惊人的 好了 再不妨滚下去 大家看看 再不妨滚下去 整体的收入 先查一下 好了 整体的合併收入 尺寸 increase 其实在 copied 20224,000 Wilson 便是1,2007亿 其实又增加了 生意做多了,我觉得都可以 赚钱各样成本控制是怎样呢? 我们不妨看一看 就是一些成本控制 看看这里 赚钱最重要是什么呢? 支出都要控制,有趣 否则生意做多了 但成本开支也大 结果也是可能赚钱 看看2022年和2023年同期支出比较 发现营业成本 2022年占64% 对比生意额 今年是63% 你会发现跌了1% 生意升,成本跌了 我觉得这件事挺好的 再来看看比较大的项目 例如销售和市场费用 又是11% 其实是维持的 最后所有成本加起来 以前占88% 现在占85% 所以是什么呢? 对于前一年来说 阿里巴巴的货币 其实控制得很好 跌了3% 生意增加 成本跌了 想一想 似乎赚钱也不错 好了 接下来看了一盘生意经 看一看它的身价 即所谓的平衡 资产负债表 有几件事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就是现金 阿里巴巴第一说过一个回购策略 回购股票 现金才可以回购 不妨看看现金 2023年3月的时候 193,900亿 9月30日 2400多亿 你会发现现金多了 现金多了 好还是不好呢? 其实是不错的 说明做生意 真是赚了钱 于是钱有 回购计划 即是初步数字上可行 第二就是有钱派息 所以阿里巴巴作出了历史上首次的派息 将一些现金分派给股东 我觉得这一点也挺好的 现金多了 现金多了 但如果同步欠人钱也欠多了 其实也要死的 不妨看看 就是流动负债 看看流动负债 很重要 内房股都是这样死的 流动负债 你会发现 同期的比较 不是多了很多 现金增长很多 负债不是真的 不是多了很多 所以想法就是 其实钱应该赚多了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一点也挺好的 再来看看阿里巴巴的现金流量 这几部曲都是我平时和学生一起研究公司的5max策略 作出一些简化 希望大家务求大家在YouTube里都能够得到这种想法 这个就是现金流量 我们看看这个叫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政额 2022年的时候是百万多 现在这六个月 又到九万多 又增长 连赚钱也是增长 来到这一步 有几个结论 第一生意好了 成本低了 第二就是资产负债表 第三就是做生意的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入 又比以前好 中观这三点 我都觉得阿里巴巴的生意背后 其实是没问题的 甚至乎是对比上年同期 是根本有显著的改善的 好了 生意的本质没问题 三样东西都向好 接着就是说股价 跟着我们的方法 你应该都知道 计价是怎么计算的 我们马上大跌当日 马上拿出数据 究竟73元是否一个笋的价钱 可以成功 我们计算了 73元真的可以 于是乎 当然入市 同学有各种方法 买正股好 买期权好 期货好 来到这一刻又赚钱了 我已经到今天 我录影这一刻到76.9元 OK 如果用选择 那种做法 就是六成多 如果我们正估 大概是五六百分之六 其实收益也挺好 我自己在低位 都入了差不多有200万的阿里巴巴 所以利益申报一下 暂时来说 我还是不会沽货 上网看阿里巴巴 你应该存回80元 中线的机会 应该是不低的 所以我自己也有货 多谢大家的支持 短短一条片 希望也介绍到各位 下一条片段 一种长选择策略的想法 究竟是怎么看 于是乎勇于低位 即入手的一种策略 和一种有数字backup的勇气 好 正所谓股票 就不是靠赌 意思是什么 如果我们赌钱 赌钱是靠胆识 投资是靠资识 希望这条短片 都帮到各位Bosmire的读者 下一条片段 再和大家继续探讨一下 股票的长盛策略 好吗? 感谢大家支持 下条片再见 拜拜